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平凡是生活的底色 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个体 每一天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 经历着平凡的故事 其实很多人的内心渴望自己与众不同 也希望通过努力成就自己的不同 有一部分人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 无论生活再难 他们都不曾停下脚步 更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 最终他们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了精彩 而他们拥有了不平凡的人生 也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三点 一,懂得忍耐 人活于世贵在懂得忍耐 娄施德的才华出众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 招来很多人的嫉妒 所以在他弟弟外放做官的时候 他对他弟弟说 我现在得到陛下的赏识 已经有很多人在陛下面前诋毁我了 所以你这次在外做官 一定要事事忍上 他弟弟就说 就算别人把唾沫吐到我的脸上 我自己擦掉就是了 娄施德说 这样还不行 你擦掉就是要违背别人的意愿 你要能让别人消除怒气 你就应该让唾沫在脸上自己干掉 很多时候 许多人为了早日达成目标 都是自我忍耐 有意为之 只有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 才能达到旁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不利一番彻骨寒 怎得梅花铺鼻香 冬日梅花再美 也要忍耐寒风 人生也是这样 只有历经重重打压于磨练 才能绽放出精彩人生 汉武帝时 司马迁因为李林一案而受牵连 被判死罪 当时汉代法律规定 犯死罪之人 可用五十万钱来赎死 或者以辅刑来免死 司马迁为官清廉 无钱赎罪要活命 唯一的选择就是辅刑 虽然辅刑给司马迁身心 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但他为了实现救天人之机 通古君之变 成一家之言这个伟大梦想 自我克制 神辱负重 默默耕耘 历十八年 终于用心血和汗水 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剧著 史记 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行常人所不能行 忍他人所不能忍 方能有照一日成为神上人 汉朝孙景 晚上读书的时候 找来一根绳子 绳子的一头挂在房梁上 下边这头就跟自己的头发 拴在一起 这样 每当他累了困了 想打瞌睡时 只要头一滴 绳子就会猛地拽下他的头发 一头就会惊醒而赶走睡意 他就是用这种办法 发奋苦读成为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 在当时江淮以北颇有名气 城有不远千里的学子 前来向他求学借仪 讨论学问 俗话说 能忍一时苦 混来一时甜 想成大气的人 一定是要学会忍耐 一个有忍耐精神的人 才会有非凡的人生 一个人 越能忍耐 越能成大气 淮音城有一个年轻的屠夫 当街拦住韩信 并当众侮辱他说 假如你不怕死 那就刺死我 不然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韩信不想和他纠缠 就俯下身子 从对方的胯下爬过去 其实上的人都讥笑韩信 胆子太小 其实 韩信不是懦弱胆小 而是胸怀大志 不想让自己小不忍 而乱大谋 无论是道多艰难 能忍受当下的平凡 才能获得未来的不凡 二 保持坚韧 不放弃努力 在前行的路上 很多直面困难的人 展示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最终也让自己的人生 夜夜闪光 石铁生 21岁瘫痪 59岁离世 大半生都行走在死亡的边缘 别无选择的他 坐上轮椅后 找工作四处碰壁 生活也不尽如人意 为此他狂躁过 自暴自弃过 但在堪破生死之道 和领悟尘世得失之后 他不再畏惧病痛的折磨 不再在意旁人的嘲笑 而是选择坚强的活下去 最后 他找到了一份 在家剧场画画的工作 同时他还坚持写作 而写作又为他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 都写进了作品里 貌似绝望的自立行间 竟是对健康的渴望 和对生活的热爱 世界已痛闻我 我却保之以歌 他承受了人世间最深重的苦难 却超越了生死 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名篇著作 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劣质榜样 古人言 任者手而不折 威而不屈 外柔内刚 秉性顽强 一个人因为有任性 所以才不会被困难所达到 才能走得更长远 石铁生正是凭着这股任劲 才慢慢走出瘫痪的阴影 成就了传奇的人生 富兰克林也曾说 为兼任者 使能虽其志 唐代诗人刘雨昕 被贬的时间 长达23年 却依然斗志昂扬 活成了一个斗士 与命运和贪腐的朝廷抗争着 刘雨昕从监察浴室 一路贬到一名小小的通判 因为她的倔强和不屈 只限一次次逼她搬家 而且一次比一次面积小 最后只剩下一间小小的屋子 他们全家老小就挤在那间小小的斗士里 看不到头的贬官生涯里 她依然写下了陆世明 那些打不垮我的 终将使我强大 说的就是刘雨昕这样的 刘雨昕在贬折时陆于黄河 她并没有执着于我的遭遇 而严厉无她 而是面对奔腾的黄河境界 打开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桃风波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道牵牛织女家 宝丽二年 已经55岁的刘雨昕 终于盼来了曙光 她被调回东都洛阳任职 漫长的23年贬折生活 终于告一段落 保持坚韧 所有熬过的苦难 都会是你的壁垒 三 学会乐观地面对困难 只要你学会乐观地面对困难 你就会发现 困难没那么可怕 拿破仑出生于贫困的 科西加莫罗贵族家庭 她父亲送她进了一个贵族学校 她的同学都很富有 大肆讽刺她的穷苦 拿破仑非常愤怒 却一筹莫展 屈服在威势之下 就这样她忍受了五年的痛苦 但是每一种嘲笑 每一种欺辱 每一种侵蚀的态度 都让她变得更加坚韧 拿破仑非常喜欢读书 她从读书方面所摘抄下来的记录 后来经印刷出来的就有四百多页 她想象自己是一个总资领 将科西加岛的地图画出来 地图上清楚地指出 哪些地方应当布置防范 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精确地计算出来的 因此她数学的才能获得了提高 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表现她的能力 长官看见拿破仑的学问很好 便派她在操场上执行一些工作 这是需要极复杂的计算能力的 她的工作做得极好 于是她获得了新的机会 拿破仑开始走上有成功的道路 这时一切的情形都改变了 从前嘲笑她的人现在都拥到她面前来 想分享一点她得到的奖金 从前侵蚀她的人现在都希望成为她的朋友 从前挖掘她矮小无用私用功的人 现在也都尊重她 他们都变成了她中心的拥戴者 人生不可能消除困境 乐观的人使困境为对自己的恩赐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弟子问佛祖 您所说的极乐世界 我看不见到底在哪里呢 佛祖把弟子带进一间漆黑的屋子 告诉他 墙角有一把锤子 弟子不管怎么看 仍然身受不见无知 只好说看不见 佛祖点燃了一支蜡烛 墙角果然有一把锤子 然后佛祖反问弟子说 你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吗 弟子恍然大悟 也许我们都曾有过黑暗无边的处境 但只要你学会乐观地面对困难 积极向上 你再回头看 就会发现 人生其实根本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扛不过去的难 熬不过去的苦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困难 挑战和挫折 也许你曾以为 已经束手无策 再也找不到更好办法 可负困难时 可是 就在你努力攻克难关 一点点去尝试 去摸索 去创新史 就在不知不觉中 新的局面 已经为你打开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吃很多的苦 受很多的难 但人生就是这样 只要不放弃 不灰心 不泄气 就一定可以突破自我的局限 走出瓶颈期 终会等来柳暗花明的一刻 但若 你轻易地向他低了头 认了怂 就很难走出 糟糕的境遇 很多时候 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不是来自于别人带来的麻烦 不是环境对你的考验 也不是现实给你带来的刁难 而恰恰是在于 你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有的人很悲观 但凡遇到点不顺心的事 就会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无能为力了 走向穷途末路了 但其实 如果你沉得住气 扛得起事 担得起则 依旧能够闯出一片新天地 依旧能够走出困难的处境 有的人积极乐观 哪怕他们面临着艰难的处境 也会乐观面对 把它当作历练和打磨自己的机会 即便最终没有成功 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和经验 让自己不断成长和进步 生活困难时 你曾以为无法熬过这一关 可只要乐观积极面对 就能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从而在下一次更靠近胜利 你人生中的许多烦恼 痛苦和不如意 都由你来决定 如果你看到积极的一面 就能产生正能量 助力自己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如果你只看到消极的一面 就会产生负能量 将自己拽入无地的陷阱 人生中所有的难 都会在你乐观面对时消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